怕怕我們可能剛完護送下去 然後就有台胞證沒帶我們就回來了 對所以如果你沒有台胞證的話 到那邊絕對會回來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芳克 我是Mika 今天我們會分享這趟上海之旅的事件小事 還有旅遊心得 不管是跟團還是自由心 都很適合看今天這個影片囉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吧 那我們在出發前呢 該做什麼準備 最重要的台胞證 台胞證 對 護照還是帶著 因為可能在機場的時候過海關 可能一些狀況 我覺得被著比較安全 我們那時候從台灣要飛去上海的時候 台灣的地勤就有先看護照 然後他也有幫我們先 double check 我們是不是有帶那個台胞證 對 他怕我們可能剛完護照要去 然後就有台胞證沒帶我們就回來了 對所以如果你沒有台胞證的話 到那邊絕對會回來的 台胞證的話 其實他的審核方式還蠻簡單的 可是要提前準備 台胞證看起來很不像我本人 沒關係我呢沒有很像 如果提到疫苗的話 其實之前我們還在COVID的時間 然後還要申請一個叫做海關指尖 我記得是這個東西 海關指尖 好專業的名稱 我們這一次去的時候是2024年的3月 那時候其實中國那邊已經解封了 解封了 對所以其實就不用再申請那個各種文件 這一趟還蠻順的 我們拿著台胞證 然後上飛機下飛機 什麼東西都不用填 然後我們就直接入境上海了 那可以補充一下 目前解封的狀況啊 是屬自由行 跟團好像還是沒有完全開放 目前為止啦 那我們來聊一下上網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出國過程中 我都會需要工作 那工作的話就會需要下載大量的影像的檔案 來做製作嘛 所以對我來說重要就是可以連到全世界的網路 並且能夠下載東西 就是有一些其實通訊軟體的部分是沒有辦法在那邊做使用 如果你是用那邊的網路的話 我們其實這一趟我們有測試過兩種方式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話是用我自己門號的行動方案 然後我是有去開通漫遊 我們去了四天三夜 我開通漫遊是五天的 它一樣還是會有流量限制 所以你可以去選一個你要的方案 我是直接買可以上網的SIM卡 是在DJV這個網站上買的吧 好乾爹 我還蠻常出國的喔 這次買過去啊 其實一開始我們也擔心說 會不會有一些連線上的問題 結果還蠻順利的喔 完全無阻 我發現漫遊跟你的那個玩卡的方式 這兩種都可以使用 常常在使用的通訊軟體 有一個比較特別可以提到的是 我一直以為用你的那個方式 你要有VPN等等的 不需要耶 對 完全不需要使用到VPN 所以我們 但是我還是會需要 SubShop VPN 哈哈哈 乾爹 乾爹 但是如果是在當地的飯店 使用他們的WiFi連線的時候 的確如果你要使用一些通訊軟體 或是上其他的網站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對 這個我們也有測試過 提供給大家參考 沒錯 那這一次啊 我們去的時候 最重要的 插座 真的 電壓 如果不想要你的電器壞掉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不一樣 台灣是110 日本是110 中國大陸或是歐美國家 都是220 這次去 我們觀察到的一件事情 在飯店的插座上 它已經有跟台灣一樣的插孔了 但是它是220哦 所以要確認一下 自己的設備 是不是為全電壓 全電壓指的是 一般我們看到有一個數值 它就會寫100V到240V 如果像我們的手機插上去 就可以直接用了 然後像我們的吹風機 我們的吹風機是可以選擇 要用110V還是220V的 如果我們要使用220V的時候 記得要把它轉到220V的位置 其實我們這次住的飯店 也有提供吹風機 對 那就不用帶了 在那邊使用插座的時候 記得要注意一下電壓的問題 以及你看到的插座 它會有兩種孔嘛 一個是跟台灣一樣的孔 另外一個是 跟澳洲還有紐西蘭 是同樣規格 對 就是有點斜角 八字眉 對對 那你就要去做轉接 才可以使用 嗯 我可以先講幾個 我覺得蠻重要 可以先在台灣下載好的軟體 我們旅遊出發之前 一定會先查一些地圖啊 等等 有聽朋友說 如果要在那邊用Google map的話 它可以開 可以搜尋 可是你的定位可能會到 欸 下兩條街這樣 哈哈哈 然後資訊可能不是那麼完整 所以我們後來用的方式是 我們下載高德地圖 因為其實中國那邊的地圖的app 蠻多種的 沒錯 那我們後來選高德是因為身邊跟好朋友 蠻多人用這個軟體 我們在使用它導航的時候 甚至我們在找我們在哪裡的時候 在百貨公司第幾層要往哪一個出口走 它會寫得非常的清晰 我覺得很厲害耶 其實一開始我從Google map 或是Apple map 跳到高德地圖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不太習慣 因為它的介面資訊太多了 資訊超多 所以我就要重新試一下 欸我要怎麼搜尋 我要去哪邊這樣子 我也有下載一個叫百度地圖 但大部分時間都是 蜜特在使用高德地圖來幫我們導航 我是GPS王啊 出遊的時候 蜜特地圖 蜜特地圖 再來就是要找吃的 找吃的就是你的專長 也是我的專長 沒錯沒錯 來推薦一下大家有什麼可以用 大眾蝶蘑螂 真的蠻強的 欸我們就是靠那個去吃那個四川火鍋 我們都吃必吃榜 然後我們就查發現 欸這附近有一個必吃榜 然後我們就跑去吃 沒錯沒錯 然後目前查到像是四川火鍋 蛋餅 定心路蛋餅 對 我在黃河路定心路等著你 然後還有還有什麼 蔥油餅 喔蔥油餅 還有萊萊小龍 其實都是 大部分都是看大眾點評網 還有那個烤魚 魚庫先生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透過上面的網友們啊 去做一些評論 我覺得還蠻準的 這幾天用下來 我們也靠著評論去找的餐廳 欸都很好吃欸 超好吃 所以還蠻精準的 推薦 可以 再來啊 應該就是大家最關心的 師傅方式 這個軟體 我們在出發前非常擔心 非常煩惱 就算可以收現金 可是大部分因為他們已經是電子支付為主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到底要使用支付寶還是微信 然後我們就做非常非常多功課 可是就算你做完功課 你沒有到當地可以使用你還是會害怕 我們有收到一些 朋友跟我們說可能有些店家 他不見得會跟你收現金 支付寶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在台灣先下載 然後你先去做申請 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去申請支付寶的這種程 那再來就是 大家很常用的 美團 叫外送的APP 其實美團我也是有先去看問一下朋友 然後跟查一下資訊 他好像一樣 你要有中國大陸那邊的手機門號 嗯 然後你才能去叫外送嘛 就像我們自己在台灣叫Uber跟Food Panda一樣 所以我們這一次想說四天三夜沒有太複雜的情緒 我們就沒有使用這個 主要還是想要去餐廳 然後去拍一些美食介紹給大家 沒錯 去走走 所以我們就沒有特別使用美團 可是聽說美團非常好用 之後有機會的話啦 如果我們可能 欸之後不是有規劃說要是中國大陸 我們要去找美的地方嗎 這次也因為沒有使用美團的關係 我們家蜜特孕婦每天走兩萬豆布 所以腳沒有任何肌肉不足的問題 哦對耶 希望會好生一點 好生 順彩 順彩 然後另外一個想說可以推薦的是微信 很多人用只是微信跟支付寶 我們那時候在選的時候還還是選擇支付寶 嗯 可是如果你是朋友比較多是在微信圈的話 那其實還是可以用微信啦 對 只是他還是會有一些身份驗證的問題 他綁定信用卡跟身份驗證會比支付寶再複雜一點點 對我們如果要簡化我們就決定 欸那還是先使用支付寶 然後去一趟這一趟來看看 剛剛提到有支付寶的使用方式對不對 你覺得我們這一趟付款順利嗎 我覺得超順利 因為首先已經在出發前已經有人打錢到我們支付寶裡面了 然後他好像打了兩千塊給你吧 兩千塊人民幣 然後蜜特又打了一半給我 所以我們兩個在有時候也不用擔心說手機沒電 我們會有另外一支是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兩支都可以去做支付寶的支付 然後用起來也非常方便 我們第一次使用的就是在南翔饅頭店 就去問了一下店家說這個要怎麼使用 他也大概指引了我們的一下 然後跟我們分享一些使用方式 所以我們在支付上面其實非常非常的順利 用完後面就更順利了 還可以預訂點餐 喔對喔 預訂點餐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耶 很方便 那時候方客為了去買那個泰奶 他就方便說可以預訂點餐 然後他就掃一下直接用餘兒支付 我就不用排隊去點餐了 像是去吃外婆家 也是直接用支付寶 掃碼點餐 他們大部分都是掃碼點餐 可是讓我覺得我沒有遇過的一個 金流方式就是 我們其實已經用掃碼點餐 然後去支付了我們的吃的東西 對不對 後來呢 因為我們吃不完 所以阿姨幫我們把白飯退掉 他也就把錢直接返回來了 所以我們在支付寶的那個清單裡面 還可以看說白飯退多少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想說 他是要退我陷阱嗎 這也是我覺得 這次去在支付方式上 跟台灣體驗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蠻特別的 因為如果是信用卡刷退 會有銀行的工作時間日 餘兒的話其實就是你的支付寶裡面 其實已經有一筆錢 他就馬上把這個錢轉出去或轉進來 但是如果是你綁信用卡的話 他可能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因為信用卡如果刷太多次 或是一次刷太高 額可能會被打 信用卡還有一個叫做手續費的東西 手續費也不可以 會比較高一點點 對其實我有問一些朋友 就有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他們可能當天刷太多次 支付寶那邊就會跳訊息 說其實他的帳戶有些被凍結 可能因為安全的機制的關係 他就要必須解除這個凍結 需要等待一些時間 我沒錢了 對所以他就只能請同行的朋友 說不然這一站你先出 先欠 對所以他們就會互相cover這件事情 所以信用卡的話 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自己也有測試過 用支付寶幫信用卡去付款 OK 而且他第一筆是不是有優惠 對好像有 他是不是買那個 洗茶 芝芝金鳳茶王的時候 有用到優惠 那邊好便宜 對那邊原本十幾塊 變只要八塊 沒錯沒錯 當然因為這些資訊 我們都是第一次去嘗試 也很歡迎網友們 如果有一些 你們的心得 或是你們的經驗 歡迎跟我們分享 除了剛剛說那個支付的方式之外 我們原本有打算 要用另外一個他的服務 叫雛形 出行 對就是你可以直接用你裡面的 譬如說雨額或是信用卡裡面 去逼他們的地鐵進站或出站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欸我又查到一個是72小時吃到飽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使用了 PASS券 我覺得PASS券很好用耶 很好用很好用 就是我們在買的時候啊 然後結果旁邊有一堆人就說 欸我要買這個先幫我接了那個 對 爭先恐後的那一個 當時買的時候 他好像在人工的那個售票的地方 對 大家如果說想要去剛好是 三天四天的話 推薦 PASS券 對 PASS券好用 這一次啊 我們全程都是使用地鐵 因為我們要去的每一個地點都有地鐵 上海的地鐵很發達也非常的方便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選擇坐計程車也就是打滴 尤其是我們有孕婦在 首先呢 孕婦說他可以運動 其實最主要我們有考慮到塞車的問題 或是行程延誤的問題 因為地鐵其實大部分時間都非常的精準 該到的時間就是會在那個行程就會到 但如果是在可能譬如說上下班時間的話 如果遇到塞車我們行程可能就會比較難掌握一點點 後來還是選擇使用地鐵來玩 但聽說打滴非常便宜 可是如果你要打滴轎車的話 欸這又是另外一個部分比較複雜一點 沒錯 我們之後帶寶寶去旅行的時候打滴 不然要拿著嬰兒車上下好像有點麻煩 好像是 他的地鐵都可以到達很多知名的景點 像是浴原 南京東路徒步區外灘 其實這些地方人行道也都還蠻大 也都非常非常的好走 尤其是像南京東路徒步區 整條啊 又大又寬又長 浴原也蠻寬敞 走路搭地鐵這件事情我覺得還蠻舒服 很舒服 景點跟景點之間其實還蠻集中的 像我們這次四天三夜的行程 其實如果一個觀光客第一次去的話 幾乎可以走完 以我的腳步喔 因為我有放慢了 對 如果今天Meeters沒有懷孕的狀況下 我覺得我們三天就可以走完 我們這次所有的行程 當然如果說一定還會有很多私房景點 也歡迎推薦這些景點給我們 我們很想去猜猜看 真的 每一次都會在旅遊的最後面 我們聊一下心得 你覺得這次上海旅遊的心得怎麼樣 很好玩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重點是我覺得他們還蠻熱情的耶 我覺得還蠻熱情的 我們遇到的每一個店員的態度 其實我都覺得還蠻好的耶 其實只要你去旅遊的時候 你以禮貌去對待別人 別人就會拿禮貌來對待你 大部分包含你去歐洲 然後去法國 去德國 因為還蠻多人說 那邊可能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們 遇到的這好幾池湯 我們目前都覺得大家都還蠻友善 沒錯沒錯 還真是我們太樂觀了 因為其實不管在哪一個地方 都一定有好的地方 跟還需要進步的地方 當然我們去旅遊的就是要去感受跟體驗 還有欣賞那些好的地方 當然你一定會去做比較 每個地方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 那不好的地方 大家要怎麼去改善 或者是我們要怎麼去避免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舉個例 像歐洲治安某些地方 或者是美國有一些地方治安真的不好 你除了去給建議之外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在旅遊避免 當然就是早一點回家 不要在黑夜的時候在那邊晃來晃去的 因為其實就算在台灣或是其他地方 大半夜的你在一些小巷子 也會覺得很可怕 也沒有安全到哪去啊 但有一個地方我印象太深 孕婦友善 我覺得這個有點超出我的預期 因為我們在去吃不管是老弄堂啊 或者去吃其他的店面的時候 看到密特的肚子 他們就會特別的照顧 甚至說你不用排隊 我記得第一次遇到的是 我們先去吃那個四川的火鍋店 然後店員就會說 欸你要不要一個抱枕 然後就會讓我靠在後面 對 其實台灣有一些餐廳也會 然後後來我第二次遇到就是那個 老弄堂的那個阿姨 他就說欸不用排隊了 這樣子直接來 讓我有點訝異 孕婦友善的情況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育園的建築 其實讓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覺得非常漂亮 他完全有呈現出中國傳統的美食 超級中國 不過我覺得上海目前對我來說 印象最深的 還是吃的 美食太多了啦 因為我們的口味其實跟 相對很多台灣人比起來 算比較重一點 其實像上次去馬來西亞 跟這次在中國上海 我們都覺得味道非常棒 對 喜歡喜歡 以上就是這一集 想要分享給大家的 上海旅遊四件小事 還有旅遊心得 幫助你在旅遊做功課的時候 可以跟上手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們 按讚 訂閱 還有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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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蘋果渣吃掉 哈哈哈哈 如果你也想成為 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